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看到天王星就像冰箱波或咸蛋 微微地浅蓝色 然后深蓝色的就是海王星 甚至乎你在坊间看到小朋友的玩具 他都会做到天王星和海王星都差不多大小 但是海王星就像蓝色 这有点配合我们想象海王星和海有关 会不会是因为海王星的蓝色 天空的蓝色是没有那么深蓝的 所以会给予一个浅一点的蓝色 很多时候我们的用字和天文观察结果 有一种可能是没有沟通过不谋而合 或者我们一些套版印象 令到我们很容易接受它原来是某种颜色 但我们要实际问 它真真正正的颜色是否这样 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 另外一边更大的一张图 我就告诉你 其实是真正我们修正了之后的天王星和海王星的样子 你会看到两个颜色差不多 但是海王星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蓝 很有趣 其实当初拍到这个颜色相差那么远的影像 就是说着航行者二号 就是我刚才在第一节和我们几个星期前也有说 在1979年就已经射上去太阳系边缘的人造卫星 它就飞越过 飞近过这些天王星和海王星 然后就拍摄它们的影像 你说其他的星 我们相对比较清楚他们的样子和颜色 因为近一点 就是我说其他的行星 就是无论水星好 金星好 火星 然后木星和土星 土星软 但是它大 而且有个环 所以我们用普通的望远镜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依赖 一些人造卫星的仪器 来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 木星就直接看到它上面有个大红斑 它就直接大粒到这样的样子 火星那些就算不用望远镜 你就这样看它就看到一粒是红色的东西 所以这些天王星和海王星 往往就是因为它们远得来 又相对是小个土星和木星 所以我们要依赖我们的仪器 去帮我们去看 而最早的仪器给到我们的印象 就是第一个印象 所以现在我头颗上面的图画 就是淺蓝色的天王星 和深蓝色的海王星 就是由航行者拍下来的照片 根深蒂固 一直到近期 我们还以为会是这样的样子 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在三四十年前的天文界 他们真的做数据的人 其实他们已经心里面清楚 天王星和海王星 照计的颜色不会差得那么远 甚至乎他们看数据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海王星的颜色 是不应该那么蓝色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一直都不理不看呢 就是因为他们去看实际的数据 是觉得更重要 你真的实际看到颜色 就是说他们理解的颜色 完全是由波长的数字来看 就不是真的由眼睛 告诉他们了解这件事 就是做得科学的人 你会发觉就是去看数据 就好像已经看到实际的影像 但是我们这些行 如果是行外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看到 你给了一张照片我看 或者给了一件事 我和他互动 我才能够接受到 这件事是什么一回事 经历了这么多年 原来也很有趣 不知道是否因为 也没有迫切性的关系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最近我们终于正正经经 就说 不要争吵了 我们正式用回 我们地球上的两个独立的仪器 其中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哈培望远镜 另一个就是智利那边 地面的一个雷达系统 其实也是一个天文望远镜系统 它两方面重新观察一下 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的颜色是什么 由最新的数据 用哈培望远镜去看 就去还原实实实实实 就是真正的颜色 现在你就看到 终于我们将旧有的数据 就修正了 就是真正再去 用我们的仪器 看一次天王星和海王星 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大家都是比较浅色的粉蓝色 OK 然后你如果眼睛再仔细看 你甚至乎会知道 天王星是会比海王星白多些 OK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些天王星和海王星 是这样的颜色 另外就是 为什么既然航行者 会映得蓝色 这个也跟他们的数据 发送的时候 另外就是 它本身的仪器 那些限制 会有一些关系 但是这个影像 就是修正的细节 我容许我先省略了 我就想和大家更加探索得多 就是说 什么是影响到这些行星的颜色 OK 很多时候发光的星 它就是白色的 热得很重要 另外有些可能更热的 就会偏蓝色的 然后我们的太阳 就是黄黄橙橙的 OK 有些暗一点的星 弱一点的 会偏蓝红色的 我们甚至会说 由这些进行核聚变 反映去发光发热的太阳 或者一些巨星 它们是透过自己发光发热的时候 基本上它有多大 和有多热 就决定了它什么颜色 就是说 它颜色反映到它温度 也反映到它大小 但是到了行星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自己发光发热的 它就是要反射它自己的主行星的光 来给颜色你看 OK 所以对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甚至冥王星 它是什么颜色呢 完完全全就取决于 它对于太阳光的反射 各种颜色的不同程度 就决定了它是什么颜色 所以这要接下来 要解释一下 这些颜色是怎么来的 天王星和海王星 两个东西是很相似的 不单是说它的大小似 而在它的大气成分 也相信是很相似的 一些比起火星更加远的 那些叫做 类木行星 类木行星 应该这样 以知识别 就是主要是以一些 比较轻的气体为主 木星和土星主要的成分 是氢气和害气 另外去到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也会有很多氢气和害气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甲软气 其实就是大气成分不同 已经决定了它的颜色不同 我们的地球火星更简单 火星不是靠大气给你颜色 而是由地壳上的铁瘦 那些氧化铁 就给你生瘦铁的颜色 所以是红色 金星是由浓密的大气 上面是二氧化碳为主 它就给你金黄色 水星是没有大气的 它也是由地壳给颜色 地球应该不用说了 就是大气 甚至海洋也会给予颜色 现在天王星和海王星 上面主要是它的甲软 或者叫沼气作怪 而这些沼气有一个特色 它就会比较有效去吸收红色的光 就是说太阳光整个光泡打下去 它就比较倾向抹收红色的光 然后其他的光泡 光泡上面波长比较短那些 蓝光那些 它就比较少吸收 就将它弹回出来 多些 就是说你给一堆彩虹七色的光 它就收走红色 那剩下来蓝色多了 你就会看下去 是看它蓝蓝的 对不对 而呢 蓝得利 还要有分别的 这个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上面那个甲软分布的成分 也都会有不同 就是原来 大家对于 现在我们的天文观测 凌敏到的地步 我们甚至乎可以看到 这个天王星 它是变色的 那么现在呢 就有个观测可以看到 天王星 它这颗星很特别的 它转的时候 它的自转 是由上面扣下来 下面扣 它整条自转 就好像打横刺鱼蛋 它由上而下 即不是由西向东 左转去右 它是由上转去下 下转去上 这样来转 那么 在有一段时间里 太阳就比较照到 它的头壳顶 那个北极位 有些时间 太阳就比较照到 它的肚皮位 就是它的尺度 那个位 那尺度的那条线 就是一个由上而下 下来的线 因为它旋转 就是一条打横的线 所以很有趣 它的太阳有时 会直射到 它旋转的南北极 有时就会直射到 它旋转的尺度的位置 也由于它的自转 族那么特别的时候 是直接影响到 它上面的甲软气分布 原来现在看到 就是如果太阳 是比较照到 它的肚皮的尺度位的时候 那颗天皇星 藍得来就会偏绿一点 然后它大部分的 甲软气 就会聚焦了 是集中在它的极地上 如果太阳是比较照到它的极地位的时候 它看上去就会蓝一点 即是这里很合理 甲软本身就是一样 比较吸走红 放蓝出来给你去看 所以如果那里汇聚得多一点 就会蓝一点 那海黄星它整体上 甲软多一点 它会表现出来蓝一点 那天皇星它局部 有时有些地方 是会聚集多一点 甲软 那时候它会蓝一点 其他时候它会绿一点 OK 那这一个就是 可以由一个很基本的 气体物理来去理解 这些东西的颜色是怎么样 甚至乎你可以这样理解 甲软本身就是一样 正正因为它会倾向吸红 反射蓝 所以甲软本身比较表现出来的色 就是蓝色 甚至乎你可以说 甲软就是蓝色 也可以这样说 那这里可以再说远一点 我刚才也提及了一点 现在这个八大行星 我就很情意结 因为我小时候听开九大行星 我就把这个冥黄星都放进去 大小就不成比例了 OK 但相对上你都知道 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 其实冥黄星应该要再小一点才对 那么我说了 水星 就是它为何是这样 啡啡啡啡 就是它上面那些石头颜色 Silicon的颜色 它没有大气的 所以大气很稀薄 基本上它给出来的颜色是由地壳给出来 火星的情况是一样 因为它没有大气 而金星和地球就是由大气去决定 月亮也是 其实月亮也是由地壳的颜色来决定 我们也知道月亮本身就是 我们虽然眼睛看到它是黄色 但是它是由太阳来的 它本身的石头就是黑色的 就是那些silicon的颜色 金星因为它是二氧化碳和甲苑为主 主要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给出来就是这种金黄色 地球本身 你会发觉陆地和海洋都给出一个贡献 这个是水的颜色 和大气的颜色 给出一个蓝色 这个木星土星 基本上就是由它们主要的轻和害气 这个成分来决定了它的颜色 所以你会发觉 啡啡的 白白的 红红的 这样就走出来了 它上面有些天气的现象 有些大漩涡 这些风暴 直接就有影响了 反映到它们里面的一些对流活动 所以不同地方不同成分 它的吴云巡分布就反映出来 也都令到它可以在大气层面 在这些东西混得不均匀的时候 它们给出的颜色 就有个图案就给出来了 那么到了天黄星、海黄星 那这里你就知道要做个改正 海黄星就不是那么蓝的 是纯粹航行者2号给出来的 处理数据的时候 我们人工地整蓝了它 但是要把它做一个修正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个天黄星、海黄星 照计都是差不多的 粉蓝色 海黄星稍微深色 少少少少少 就不是这个那么蓝的 炳黄星上面 你会发觉很多 除了它那些普通石质的东西 也有些冰质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它全白了 好像冰封的状态 其实在这里 你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小朋友问你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火星 为什么这个木星、土星 它们有不同的颜色呢 你叫它们去画这些天文图画的时候 它们都看完图 就照用那颜色走出来 但是其实是不能解释的 原来你会发觉 也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解释 你也是要很仔细地说回 就是说 气体行星 它本身就由气体 决定了它的颜色 好像地球和金星 虽然它不是气体行星 但是它的大气覆盖着 所以是由大气和表面 也给了颜色 另外剩下的那些 大气贡献不多 就是由它的地壳本身 给了颜色出来 所以你会发觉 以我们的这个太阳系来说 都算色彩挺丰富的 尤其是我们的地球 有了这个植物 这个植坯的话 就多了一个 其他很多的行星 都表现不了出来的 那种翠绿的颜色 这件事 我觉得一定要探索到 生命的奇妙 那我们这节 讲行星颜色的故事 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 又真的会有一些 和地球上绿色的 有关的消息 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一节继续